委員我們知道你這個 真的在地方上打拚很久了 做了很久的議員 然後一路到立委 對台南貢獻很多 但是我們要有更好的地方發揮 你確定要參選台南市的市長嗎 這個我最近當然整個大台南都有在跑 我同學要問一下民眾 對 大家的看法 想法 感覺如何 還有很多我們的同志 大概有二十幾位議員 還有我的立委同仁 林立正 郭國文 賴慧元 他們也都對我有很大的鼓勵 如果我有這樣的機會 我一定會全力以赴 因為我覺得台南非常重要 台南不只是賴慶德的本命區 他對民進黨很重要 相對就是對台灣很重要 其實那個五大公投也是靠台南 也是靠台南高雄 那尤其在這次的總統大選 賴慶德得票率最高 包括民進黨的政黨票 得票率最高 也是在台南 所以我們要讓民眾有信心 就是要怎麼做 要把我們民進黨的招牌 要擦量 清涼 清涼 清淨 愛兇後 情政 清涼 愛相對 然後賴慶德的時候是個高峰 帶動整個小極選情 選得都很好 他那個在競選市長連任的時候 大概建立了一個障礙 他市長他七十二趴 對 那個真的 好像全台灣沒有人 超越這個七十二趴的支持度 所以國民黨當然對台南咬牙切齒 國民黨對台南 他當然認為 他只要把台南打掉 我們都認為 是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責任 守護台南的責任 那是 公燦傳媒 FTNN新聞網的朋友 大家好 時間過得真快 公燦傳媒已經滿一週歲了 中心祝福 生日快樂 健康吃百里 也期許公燦傳媒 不但突破創新 善用新媒體 新力量 和國人同胞一起迎向美好的未來 最後祝福 工作同仁 萬事如意 何家安康 2023年4月 風燦傳媒誕生了 一路走來我們無謂新 度展現專業 讓FTNN新聞網達成千萬瀏覽的成績 我們無謂付出展現創意 讓網路節目達成千萬人次觀看的目標 謝謝你們一路支持與陪伴 風燦傳媒 感謝由你 開始 再 attentive 既然 看屋 通常 通常